hello大家好 这一天呢来到了深圳站啊 带大家看一看深圳站的这台28i的宝马X3 虽然名字是28i啊 但是和咱们以前熟悉的328i 528i 还有之前的X3的28i呢 它的放送机是不一样的 在宝马进入2.0T的时代之后呢 其实28i代表着高功率的N20放送机 但是到了这一代X3身上 它的28i呢是一台中功率的第48放送机 这个X3国产之后啊 其实它的整个产品线呢 就更加的细化了 虽然呢只有一块2.0T放送机 但是人家呢给你搞出了三个功率版本 高中低 其实呢你从理督上来说啊 如果在同年份同车况的情况下呢 一个更高功率版本呢 应该会比它的低功率版本呢 大概贵上个一个年份吧 在这台车上呢 可能就是一两万块钱 但是实际上啊 其实高功率跟中功率之间的差距呢 要比中功率和低功率之间的更大 毕竟啊大家都是来买二手车了 那肯定是奔着 对吧顶配的车型走的 而且呢应该也没有人会拒绝更高的功率 更好的配置 所以呢这个X3上啊 30i的版本呢肯定是最受欢迎的 但是啊因为30i呢新车价格比较高 销量呢就相对少一些 二手车员呢自然也就更少 我统计了一下啊目前网上在售的 181920三个年款呢 这一代的这个网马X3啊 其中呢25i是285台 而中功率的28i呢 559台 30i最少啊只有146台 所以能看到啊就这种供需 关系的情况下呢 那30i的价格呢肯定是要往上走一点 那这个28i呢中功率的版本呢 其实算是这一代X3里面呢 走量车型了它的包裹量比较大 那二手的价格呢也是比较平稳的 如果呢你想买一台这个宝马的X3 但是呢你觉得哎呀可能25i的功率 对我来说有点低 可能觉得开着有点肉 但是呢够30i有点费劲的话 那其实这个中功率的28i 是一个性价比很不错的选择 其实在城市里开起来 这辆车给你的动力感觉呢是很不错的 它动力输出呢很积极 车子开得很轻快啊 你稍微身材一点油门 把你超值大推背感你看 也是很好的 说实话啊 我就在这种路况上开起来 其实我真觉得这台车和高功率的30i呢 差距很小 甚至说没什么差距 但是呢 它的差距啊 这种功率的差距呢 其实主要体现在你转速的末端 你当你这个大脚油门踩起来之后呢 我觉得这台车呢 它可能给你提供不了那么强的推背感 如果呢你觉得一台高功率2.0T的30iX3呢 都动力都不够你用 欢迎大家来买我的35iX3 那现在的车呢 虽然说是越来越舒适了吧 但是呢 这台车作为一台宝马 人的这个运动基因啊 还是在的 其实我觉得宝马的功力呢 在这台车上呢 就体现在它软硬适中的悬架上 就是它的这个悬架呢 又能很好的帮你过滤这种颠簸 它可以给你提供不错的舒适感 同时呢 它又能很好的控制住车身 保证这个车身呢 没有多余的跳动 还能给你传递一些这种路感 就是开起来呢 真的很不错 那转向手感呢 其实也是一样 整个转向手感呢 我觉得是比较精准的 也很线性 而且呢 它还有随着速度增加的这种转向力距 你在过弯的时候 开着它呢 还是挺有信心的 总结来说吧 我觉得宝马X3呢 算是这个级别的 驾驭SV中呢 能给你提供不错的 驾驶乐趣的车 那车款方面呢 这台车呢 它是一个18款的M运动 19年的3月份上牌 到现在呢 目前是不到7万公里啊 因为听起来好像跑的挺多的 其实你实际算下来 也就是年距1万多公里 远低于年驾驭车 年距2万公里的这个水平线 外观方面呢 整体看起来还不错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夹刺 金属面的话呢 是右侧有三个面有过喷漆 但是呢 前行车主一直是在4S店做的维修保养 4S店这个喷漆质量还是比较过硬的啊 这个蓝色呢 基本上看不出什么色差 那说到这个蓝色 其实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车的这个外观呢 我觉得这个亮子蓝啊 这种深蓝色挺好看的 而且这个深蓝色呢 你配上这种黑色的试件啊 我觉得挺显这个年轻运动的 当然了这车本来也是带这个M运动套件的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车啊 这车国产之后呢 其实它呢 并没有进行加长 呃 但是呢 因为这一带车型 它本身就是变大了一些 所以你自己坐在后排的时候 你像我自己坐在后排了 那后排空间呢 大概还能有个一拳多吧 我觉得日常使用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在配置方面呢 这台18款的M运动套件啊 我觉得基础配置还可以啊 像无钥匙进入 无钥匙启动 这个胎压监测 定速巡航 还有什么自动大灯 自动雨刮 呃 无线的carplay这些都有啊 呃 但是呢 你像坐椅加热这种东西就需要选配了 不过我觉得深圳这种地方 可能坐椅加热 你也用不太上 哈 啊 前任车主呢 他还选配了一个9000块钱的 这个舒适包里面呢 包括这个舒适进入 呃 全景的倒车影像 还有内外后视镜的防穴幕 我觉得这个损赔包还是很实用的 这车里啊 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车的空调 我觉得保养的挺不错的 没什么异味 因为呃 深圳这种地方把它又热又潮 你这个空调如果不好好保养的话 就很容易发霉就有味儿 呃 从三线的保养记录上也能看到这个前车主啊 经常去这个清洗保养空调啊 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那其实呢 宝马X3呢 他推出这个中中列的版本啊 瞄准的呢 就是奔驰的GLC260 你可以去看18款的GLC260动感啊 其实两个车这个 轻车指导价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如果在同年份同车况的情况下呢 其实GLC260的二手车呢 大概要比这个X3呢贵上个2万块 那奥迪那边的话呢 如果说看这个X3的对手的话 可能也就是Q5L 呃跟他差不多的呢 应该是高配的Q5L40TFSI的版本 那个车的二手车呢 可能跟他的价格呢差不太多 或者说比他稍微便宜那么一点 但是呢Q5L40T呢 它是一个定律版本 在发动机功率上不如这个X3 所以你综合比下来吧 我觉得这个车呢 算是同级别的这种豪华SUV中呢 比较能打比较全面 性价比呢也是比较高的车型 如果这台X3您不喜欢呢 也没关系啊 可以微信搜索 弄弄自行车的微信小程序 我们上面呢 还有很多的车员在售 那在深圳站呢 除了这台28i的X3呢 还有一台同年份的低功率的25X3 还有一台上一代的20X3 除此之外呢 还有他们的竞品车型 奔驰GLC300 这些车呢 其实都是我们做的 具体怎么选呢 那就看您自己吧